我们这一生究竟如何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宝 从而变得更好超越以往的自己 幼年时你是否曾幻想过 遇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会指点你得到点识成精的方法一夜暴富 也许我们都会认为这样真的太蠢了 不过是幻想罢了 哪里值得当真并且努力追寻呢 但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正是讲述了 来自西班牙的牧羊少年圣地亚哥 因为一个奇妙的梦和遇见一位奇特的老人 踏上了去金字塔追寻宝藏的旅程 小说充满了宗教色彩 通过圣地亚哥的寻梦旅途 展示了精神追求与现实冲突的一种融合 小说里的每一个细节 几乎每一句话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 比如畏惧忍受痛苦比忍受痛苦本身更加糟糕 没有一个心灵在追寻他的梦想时会忍受痛苦 总是以理想的眼光看待世界 以为事情会按照理想的方式发展 而不会用现实的眼光看待世界 看不到事情真相 假如你关注现实 你就能够改善它 假如你改善了现实 那么将要发生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好 整个故事象征意义也很深刻 你的财宝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但只有经历过一番艰难险阻之后 你才会发现它 具有启示意义的景句 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书中 腐蚀皆是 保罗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 而得到的人生哲理 全都融入了本书 小说自1988年出版后 便风靡全球 畅销160多个国家 登上20多个国家畅销榜第一名 荣获33项国际大奖 全球销售量超过6500万册 是历史上最畅销的葡萄牙语小说 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作者保罗·科埃略是巴西著名作家 生于1947年 他的著作《全球销量》已经超过1.6亿 是作品最畅销的葡萄牙语作家 保罗同年就读耶稣会学校 17岁时因性格叛逆 曾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 直至20岁时才离开医院 后来入读法律学校 一年后放弃学业 过着嬉皮式的生活 四处旅游 1986年 保罗为了朝圣 用三个月徒步行走近600公里的路程 传奇经历也给了他作品 以丰富的创作源泉 他将自己的人生感悟 化为浅显易懂的文字 2007年 因为《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等作品 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保罗·科艾略被任命为联合国的和平大使 好了 介绍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我将为你介绍书中的详细内容 故事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讲述追寻梦想的前期 可能出现的挫折 总要在习以为常 和抑郁得到的东西中 做出抉择 第二部分 讲述梦想实现前的成长和考验 可能遇到的诱惑和摇摆 第三部分是讲述梦想最终实现 寻找到宝藏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内容 主要发生在西班牙 及非洲大陆的水晶店里 讲述追寻梦想的前期 可能出现的挫折 在这个过程中 告诉我们 永远不要失去生活的勇敢和执着 小说的主人公圣地亚哥 是个小村落里的普通牧羊人 他会读书写字 曾在一所神学院待到16岁 违背了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神府的期望 他喜欢自由与新鲜的生活 喜欢与羊群相处 成为了一名牧羊人想到处流浪 父亲曾试着炫服圣地亚哥 别人家乡的城堡 与他们这里的并没有两样 但和每一个最终 都会对孩子妥协的父亲一样 他给了圣地亚哥三个金币 去买了一群羊 过云游四方的生活 在喜欢上纺织店老板的女儿后 圣地亚哥曾想过永远定居 不再四处游大 打算和商人的女儿表白 幻想着结婚后过频繁的生活 但是重复出现的一个梦境 打破了圣地亚哥的平静生活 他在梦里看到自己在金字塔下面 找到宝藏 梦境驱使他找到了会占卜的基普赛女人 那个女人告诉他 必须去寻找属于他的宝藏 圣地亚哥认为自己被骗了 本来打算置之不理 却遇到了一位老人 这就是故事的转折点了 老人是耶冷之王 他告诉圣地亚哥 他的天命需要他卖掉羊群到埃及去 在习以为常和抑郁得到的东西之间 圣地亚哥艰难地做出了抉择 他衡量自己的内心 在他心中 商人的女儿并不像羊群那么重要 不管是羊群还是父母 最终都会习惯没有自己的日子 圣地亚哥最终意识到 除了他自己 什么也不能阻止他 他会像风一样自由 去追寻心中的梦 圣地亚哥决定去寻找自己的天命 耶冷之王告诉他 宝藏就在埃及的金字塔附近 要想到达那里 必须根据上帝的预示行事 交给圣地亚哥 两块可以帮助辨别预兆的宝石后 老人便离开了 离开之前 智者告诉少年 幸福的秘密就在于 既要看到世上的奇珍异宝 又要留心勺里的两滴油 第一天到非洲大陆 圣地亚哥就被酒吧遇到的少年 给骗走了钱财 后来水晶店老板收留了圣地亚哥 除了同情以外 老板从他身上看到了安拉的指示 原本毫无生气的水晶店 因为男孩的到来而多了顾客 圣地亚哥在水晶店工作了一年 帮助水晶店获得了更多的生意 圣地亚哥本打算赚够了钱就买回羊 正要离开水晶店时 耶冷之王给的两块宝石 从外套里滚落下地 让圣地亚哥想起了 萨冷之王说过的话 永远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他最终决定重新踏上寻宝之旅 去往埃及金字塔 事实上 这本书的神奇之处在于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圣地亚哥遇到的大多数人 都象征着他可能成为的模样 一种是将愿望深埋心理 为吃喝操劳的父亲的模样 另一种是成为卖爆米花的小商贩那样 为了攒钱和社会地位而放弃云游的梦想 圣地亚哥的结局本身就有多种 他有可能和纺织店老板的女儿结婚 过上频繁的生活 也可能像水晶店老板一样 最终停滞在前往梦想的路上 最终停滞在前往梦想的路上 坠坠不安 但是并不是说其他人的选择就不够幸福 而是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听从内心的声音 选择自己本身更热爱的生活 和每一个寻梦者一样 在旅途中我们会遇到挫折 但是到底选择克服困难还是坚持梦想 命运的主宰依旧是我们自己 就像圣地亚哥被骗了之后 可以做个倒霉的受害者 也可以像个寻宝的保险家那样观察世界 所谓选择不同 心态不同 你就会看到不同的世界 命运并未主宰人生 好了 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部分内容 主要发生在西班牙及非洲大陆的水晶店里 讲述追寻梦想的前期可能出现的挫折 以及来自新手的好运 总要在习以为常和抑郁得到的东西中做出抉择 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失去生活的勇敢和执着 接下来为你讲述第二部分内容 梦想实现前的成长和考验 可能遇到的诱惑和摇摆 圣地亚哥辞别水晶店老板后 遇上了穿越沙漠的英国人 英国人的梦想是到沙漠里去探索炼金术的秘诀 所以他想要找到沙漠中的炼金术史 他们都是追寻天命的人 但是追寻方式有所不同 男孩喜欢观察沙漠倾听风声 英国人喜欢读书 一开始彼此嫌弃的他们 后来曾尝试交换学习方法 最终却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式 每个人想要的都有所不同 但都值得被对方尊重 这里再次呼应了旅途开始前 耶冷之王讲述的关于幸福的奥秘在于 当你游览遍世上的所有美景 也不要忘记你手拿着的那两滴油 圣地亚哥没有像英国人那样 因为专注某一件事就忽视了欣赏生活的美景 牧羊少年从羊群、水晶甚至沙漠身上 学到了东西 我们也可以从身边的任何事中去学习 学习不是非得停留在某一种形式上 不要因为迷恋图画和文字 就忘了倾听宇宙的声音 在沙漠的商队里 圣地亚哥和感驼人成了朋友 感驼人也是一名信徒 他认为所有人都能得到自己期望和需要的一切 命运早已注定 不需要后悔 也不需要担忧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 只需要关心自己以什么方式行径 始终只关心此刻 在绿洲中 圣地亚哥在帮助英国寻找炼金术士的过程中 对极水女孩法蒂玛一见钟情 圣地亚哥认为法蒂玛就是他梦中的珍宝 对法蒂玛的爱使得男孩想要放弃 去往金字塔的梦想 这个沙漠中长大的女人 对爱情却比大多数人看得透彻 她认为爱情是相互成就的 劝说男孩继续追寻他的梦想 圣地亚哥在沙漠中通过英 看见了军队正在进入绿洲的幻觉 该预言成功帮助绿洲赢得了战争 也为圣地亚哥迎来了金币 解读英的寓意使得炼金术士 确认男孩就是自己想要寻找的 那个可以通宇宙语言的人 英国人在炼金术士的指点下 终于开始尝试实践书上记载的方法 践行自己的梦想 而炼金术士则带着圣地亚哥离开绿洲 指引他观察天地万物 倾听自己的心声 但是圣地亚哥却发现 自己的心很难对付 不安分会梦想容易激动 还会吓唬自己有可能找不到财宝 或者死在沙漠里 炼金术士说 这是对寻梦者在路途中学到的一切进行的检验 寻梦之旅的最后一程 需要真正理解了自己的心 和自己的心和解 彼此依存信任 在前往金字塔的路上 炼金术士与男孩一起被抓进了沙漠敌军的军营 这期间圣地亚哥为失去金币愤怒 也为自己变不成风而可能失去生命而恐惧 后来圣地亚哥用三天的时间慢慢学会怎么和这个世界对话 他寻求过沙漠 风 天 太阳的帮助 最终明白了爱是转化和完善世界之魂的一种力量 潜入了世界之魂 在决战的那天 他划成一股风 创造了奇迹 战胜了敌军 在这个过程中 圣地亚哥学会世界的语言 倾听上帝给他的预兆 倾听自己的心灵 男孩的成长其实也是一种修炼 逐渐成为炼金术士 懂得理解世界的灵魂 懂得与这个世界交流 在整本小说中 多次提到炼金术 其本意是指 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天命 而炼金术的目的是 让每个人都寻觅 并找到他的财宝 并力求变得更好 超越以往的自己 圣地亚哥的寻梦之路 正向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心路 我们会因为路途中 出现的挫折摇摆 也可能因为一时的舒适和贪婪 而想要放弃前进 我们会恐惧 会害怕 也会心满意足 但是不管遇见了什么 爱和坚毅能征服世界 我们需要智慧 坚持和行动力 在万事万物中去感知和成长 好了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 主要是发生在沙漠里 讲述梦想实现前的成长和考验 可能遇到的诱惑和内心的摇摆 需要在万事万物中去感知 爱和坚毅能征服世界 接下来为你讲述第三部分内容 梦想最终实现 寻找到宝藏 告别炼金术后 圣地亚哥终于来到金字塔 在他挖掘财宝的时候 被一帮青年混混 抢劫了全身的钱物 他说出来 自己是为了梦中的财宝 小混混中的一个头领嘲笑他 我才不会那么笨 为了一个只做了两次的梦 而穿越整个沙漠 这个小混混也曾两次梦到自己 在一个牧羊人过夜的 坍塌的西班牙教堂里面 埃及戎的根部下面 会有属于自己的宝藏 可他对这个做了两次的梦 不以为意 故事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男孩最简单的结局可能是 他对那个做了两次的梦 无动于衷 继续当一个牧羊人 跟羊群一起生活 在坍塌教堂里面 做着埃及金字塔的宝藏梦 小说的最终结局是 圣地亚哥回到了教堂 挖出了装满西班牙古金币的箱子 插着红白羽毛的金面具 以及镶着钻石的石像 生活对追随自己天命的人 真的很慷慨 圣地亚哥信守承诺地 将十分之一的财宝 给了吉普赛女人 然后去迎娶法地马 书的结局 有一种让人回到原点的感觉 可是男孩旅程的意义 往往比回到原点更重要 他不仅得到了梦里的宝藏 还在旅途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学会了世界之魂 男孩可以成为他路上 遇到的任何一个人 可他最后还是成为了他自己 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 男孩的选择和旅程 造就了他独一无二的人生 关于夜冷之王 在男孩出发前讲的故事 现在看回去 其实这个故事正是男孩旅途的一个警示和概括 幸福的秘密就在于 既要看到世上的奇珍异宝 又要留心勺里的两滴油 我们每个人在追寻梦想的路途中 都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保持自我 又要学会欣赏这个美妙的世界 这是一个奇妙的平衡点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 西班牙的牧羊少年圣地亚哥 因为梦见自己在金字塔挖的宝藏 在夜冷之王的指点下 根据内心做出抉择 开始了寻梦之旅 在寻梦途中 经历了钱财被骗 被帮助 最后在水晶店里工作了一年 攒够了路费后 再次踏上路途 其次我们讲到了 寻梦少年圣地亚哥 在沙漠中遇到了英国人 继而明确了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 而后又遇见了自己的真爱 绿洲里的集水女孩法蒂玛 并且在真爱的支持下 继续追寻梦想 并在炼金术师的指点下 学会了和世界对话 最后我们讲到了 圣地亚哥在金字塔下 被抢走钱财 在自己做梦的破旧教堂中 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财产 书中讲述的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 其实正是我们每一个寻梦者 在寻梦途中可能遇到的经历 大多数人在青年阶段 都敢于梦想和期待 但随着时光流逝 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总是认为自己 没有办法实现天命 而最终放弃了 所有的追梦者 都有可能在追梦途中放弃 也有可能最终找到了 真正属于的财宝 变得更好 超越以往的自己 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找到财宝 而是在追梦的过程中 培养了自己的精神和毅力 命运并未主宰人生 爱和坚毅能征服世界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从万事万物中感知成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